大家好 我們今天從台南火車站搭砂輪支線過來到保安火車站 就是為著要等一下步行到奇美博物館 其實我覺得到台南玩最好還是租摩托車是最方便的 大概平均一天的租金是300塊錢到500塊錢左右吧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你在兩天以內的時間大概的把台南整個玩它一遍喔 好我們現在到了奇美博物館 那整座奇美博物館是在台南的都會公園裡面 我們既然到了就先去朝聖一下它的迎賓雕塑 它的迎賓雕塑是在二人路二段的入口的地方 叫做鐵修斯戰勝人馬獸 我們就過去吧 Let's go 鐵修斯戰勝人馬獸 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雕塑家安端路易巴里重要的代表作 描述著希臘神話當中鐵修斯參加拉比特族王子婚禮的時候 跟鬧事的人馬獸搏鬥的一個情景 在1894年為了設置巴里的紀念碑 複製放大了原作 放在巴黎塞那河的聖路易島上面 但是呢 這件作品在1942年的時候在二戰期間被融毀 到了1999年為了重現原貌 巴黎市政府跨海向奇美借原作 由奇美出資複製了兩件 其中一件在2011年重新的放在聖路易島巴里紀念碑上面 並且呢 在紀念碑後面用法文和中文來加注這件事情的原尾 另外一件 則送回到奇美博物館 在2014年就設置在這個地方 在鐵修斯戰勝人馬獸下面 還有另外一個雕塑叫做獅子捉蛇 也是安端路易巴里的作品 那一樣也是由奇美複製 然後放在聖路易島的紀念碑上面 那這個雕像呢 是安端路易巴里 他做來用來影射當時候的法國國王 路易菲利普一世 在七月革命以後掌握十全 那個獅子呢 就代表著獅子座 那蛇呢 就代表著長蛇座 當時候的法國的七月革命的時間 正好是獅子座和長蛇座掌控星空的時候 所以他做了這麼一件的作品 這個就是鐵修斯戰勝人馬獸和獅子捉蛇 這件雕塑 接著我們往回走到阿波羅噴泉 阿波羅噴泉講的就是阿波羅 阿波羅呢是古代希臘神話當中 眾神之王宙斯的兒子 他呢每天駕著四匹馬 所拉的馬車從東方的海裡面升起 跨過天空問日為人類帶來光明 所以呢 他是希臘神話當中的光明之神 也是羅羅馬神話當中的太陽神 而他也是人類文化和藝術的一個守護神 所以奇美博物館的廣場呢 就以阿波羅駕著太陽馬車升起的雕像 來作為對奇美博物館的一個自我期許 那這座噴泉雕像是一個複製品 但是呢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複製品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原作可是在法國的巴黎的 南馬賽宮的花園裡面 那由17世紀的著名的雕塑家土比 他為當時候的太陽王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所雕塑的 那在凡爾賽宮的原件呢 是用鮮鍍金的材料 而奇美博物館的複製品 則是花費了六年的時間 然後委託法國的雕塑家 跟法國政府提出申請許可以後呢 利用精細的雷射的測定 然後呢翻模再做出樣本 再轉到義大利的卡拉拉山呢 尋找合適的那個純白大理石 然後呢在1比1的尺寸底下雕刻完成的 最後啊全部的雕刻完成以後呢 再全部空運回台灣組裝 好日廢時 可以說啊博物館蓋多久 這座雕像就做多久喔 當然啦連噴泉後面的奧林帕斯橋上的 希臘神話當中的奧林帕斯山十二主神 也是一樣製作繁複 而且也都是用意大利的卡拉拉山的純白大理石所雕的喔 好我們看完了阿波羅噴泉 我們接著就要往奧林帕斯橋過去 其實整個西方文化可以說是從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神話開始的 所以呢走過奧林帕斯橋的意義就是進入西方文化的開始 而且奧林帕斯橋呢就代表著希臘神話裡面的奧林帕斯山 那在奧林帕斯山上面有著眾神之王他所統領的諸神 連同宙斯啊一共有十二位主神 我們就一一的來為大家介紹吧 在奧林帕斯橋的左邊的第一位呢就是眾神之王宙斯 在羅馬神話裡面稱宙斯叫做朱碧特也就是朱碧特啊 所以呢他的代表星就是木星 他是眾神跟萬物的主宰至高無上 代表著全力正義光明律法主宰天空 同時呢他也是雷電之神 所以啊您可以看得到他右手握著拳杖 而左手所握的就是雷電 在他旁邊的神音呢 他就是他的聖物 而在右邊的第一位 則是天后希拉 其實希拉也是宙斯的親姐姐 別懷疑喔 真的是這樣喔 至於為何希拉會成為宙斯的老婆 那當然這個有另外一段故事 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在此我就不多說 各位網友自己可以在網路上面自己找 不過宙斯生性風流 他除了娶他的姐姐希拉做天后以外 還有另外兩個老婆 那也還有很多的情人 那其中還有一位情人 也是他的親姐姐 也就是五谷女神迪米特 那接著我們回頭講希拉 他是天后 主宰著婚衣繼承生育 那希拉的頭上戴著象徵權力的夜冠 然後右手呢握著權杖 那左手呢拿著成九的一個器皿 他的聖物喔 有石流、布谷鳥、孔雀、汗、獅子 然後呢在羅馬神話裡面稱他為 Guno 左邊的第二位是五谷女神迪米特 掌管著萬物的生長 他呢教會了人類耕種 所以呢在雕像上面呢 他手拿著麥穗 他也是宙斯的姐姐 也是宙斯的情人喔 他和宙斯生下了冥界之後 叫做伯瑟芬 羅馬神話裡面稱他為科瑞斯 這個科瑞斯的含義就是 古物和糧食的意思喔 右邊的第二位是荷米斯 他是人間和陰間的姓差分使者 在人死了以後呢 是由荷米斯帶領進入冥界 也就是陰間的 他同時也是羽形貿易偷竊的神 他的口才非常好 他非常聰明 而且愛說謊跟狡辯 他也掌管著貿易跟交易公平 然後呢同時他也掌管著杜亮河 他呢也是牧羊人跟牧牛人 還有運動人的守護神 據說啊李拉廷是由他發明的 他的代表性是水星 那這一座雕像生動的展現出荷米斯 拿著一串葡萄 鬥弄著他手臂上的嬰兒 那個嬰兒就是九神戴奧米索斯喔 左邊的第三位叫阿瑞斯 也叫馬爾斯 他的代表性呢就是火星 他是宙斯和希拉的兒子 他也是戰神 那他勢解耗殺 他呢就代表著戰爭跟災難 所以呢 他也是以前羅馬軍團的守護神 那這座雕像呢 他攪戰著三七步 然後呢靠著一顆棕榈樹 看起來也太輕鬆了 但是實際上呢 他是隨時準備投入戰鬥 他的身體肌肉線條紮實有力 展現出無比的一個戰鬥力喔 右邊的第三位是雅典娜 他是女戰神 他也是手工藝者 跟戰士的守護神 同時呢 他也是智慧女神 他文武雙拳有勇有謀 所以雅典娜的力量 超越了男戰神馬爾斯 那這座雅典娜的雕像 頭戴著頭盔 長包底下穿著盔甲 右手拿著長槍 表情沉著而有智慧 也充分的展現出女戰神的雲姿喔 左邊的第四位是月亮女神阿提米斯 他又叫戴安娜 他的代表心就是月亮 他是呢太陽神阿波羅的孫生姐妹 他的射箭技術非常的超群 不會輸給阿波羅 所以他掌管著狩獵 然後呢 同時也掌管著純潔分娩和劍術 他也是希臘神話裡面的三位處女神之一 那三位處女神分別是阿提米斯 雅典娜和爐灶女神特斯普雅這三位 在奧林帕斯橋右邊的第四位就是剛剛在前面噴水池 我們就看到的太陽神阿波羅 月之女神戴安娜的雙胞胎弟弟 那我這邊要補充說明的是阿波羅他也是醫藥之神 他將呢醫術帶給了人類 但是呢同時也帶來了疾病和瘟疫 阿波羅他頭戴著櫃罐 手持著弓箭或者是里拉奇 那這座雕像呢就展現出他左手持弓 右手已經將劍射出去 然後呢神情滿意代表這支劍已經射中目標了 在左邊的第五位叫賀菲斯托斯 他是所有工匠的守護神 在奧林帕斯山上面的眾神的盔甲和兵器呢 大部分都是由他所打造的 他也是宙斯和希拉的兒子 但是因為賀菲斯托斯長得太醜 嚇著希拉把他丟下人間 導致他摔傷然後活腳 他的老婆呢是美神維納斯 但是維納斯並不喜歡他 反而和戰神馬爾斯偷情 那賀菲斯托斯總是在火山裡面 來練鐵跟造兵器 每當他敲打的時候呢 就造成了火山噴發和地震 這座雕像就展現出呢 他拿著火箭 拿著鐵錘認真的敲打兵器的一個神情 右邊的第五位是阿夫羅代特 又叫維納斯 他是美之女神 他掌管著美麗根誘惑 還有掌管著愛情生育還有航海 他的代表心是金星 維納斯的含義就是泡沫的意思 意思就是他是海中的泡沫變成的 因為維納斯長得太漂亮 使得眾神之王宙斯來追求他 但是呢他卻拒絕了宙斯的追求 所以呢宙斯一怒之下 就將他許配給工匠之神賀菲斯托斯 他同時也是愛神丘比特的媽媽喔 在左邊的第六位是爐灶女神赫斯提亞 他呢也是健康的女神 同時也是家戶的守護者 他是希臘神話裡面的三位處女神之一 也是眾神之王宙斯的大姐 所以呢這座雕像展現出了他的保守 端莊跟高雅的姿態 右邊的第六位是海神波賽頓 他最為人知名的兵器就是三叉戟 也是某跑車品牌的標誌 那他掌管著海洋河流 洪水麻痹和所有的水生動物 他的聖獸是海豚 西方的水手和漁民都非常的崇拜他 在大航海時期歐洲的帆船的船手上面 大都有海神波賽頓的雕像喔 接著我們到了謬斯廣場 謬斯廣場指的是有九位的謬斯女神 他們掌管著文學音樂還有藝術舞蹈 在英文裡面博物館的Museum就是源於謬斯女神 那這個謬斯廣場和奇美博物館的精神 互相揮映喔 好我們現在算是比較近的來看整座的奇美博物館的建築了 那奇美博物館的建築設計師是蔡宜章建築師 是由達新工程來負責營造的部分 他地下有一樓地上有二樓有兩樓 建築氣勢雄偉磅礡 融合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建築特色 像他的入口處就屬於古希臘的科林斯式的一個列柱的建築 那他的柱頭裝飾華麗 然後呢左右兩側呢 則是有羅馬式的拱窗喔 然後中央圓頂呢 則屬於那個羅馬的敗戰亭式的窮頂 相當的氣派讓人肅然其境 接著我們看在奇美博物館的窮頂的上面 有一座金色的一個雕塑喔 那座雕塑叫做榮耀天使 這座榮耀天使的雕塑是創辦人許文龍先生呢 臨摩法國雕塑家路易巴里亞斯的 《名譽之預言》的這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呢 取材自希臘神話當中的一個信息女神 那許文龍創辦人說 天使是上帝派來的使者 他手持著號角和桂冠 降臨在博物館的屋頂 永遠守護著這塊土地的人事跟物 接著呢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小天使許願池 小天使許願池它位於博物館建築的北側 那這座雕像是羅丹的老師 亞伯特恩斯特卡里葉貝劉茲所做的 他在1870年到1914年間 頒著的一個作品 那許願池裡面的硬幣 各國的錢幣都有 管方呢每兩個月都會將這些錢幣撈起來清洗 而以後再捐給社福機構哦 好我們這一集的清美博物館的短外篇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哦 在台灣能夠有這麼一座豐富的西方藝術文化歷史的博物館 真的要很感謝許願池創辦人的無私跟奉獻 謝謝大家 如果有喜歡我們影片的人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按下小鈴鐺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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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